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10月2号的财经急诊室 我是记者刘于燕 那今天节目邀请到 轮源投顾的杨天迪分析师 来我们的节目老师好 于燕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轮源投顾杨天迪 好 美国的纳什达克指数 还有费半指数 已经创了历史新高 那受到这个激励的影响呢 台北股市在上周六 独家开市表现不错 收盘的时候涨到了54点 那对于费半指数呢 已经持续的在走高 台湾半导体股 能不能重新进入多头的市场呢 我们有请分析师来跟我们谈谈 其实在谈这个事件之前 大家都知道过两天要中秋节嘛 很多人会担心中秋节会被变盘 那其实我要这么说啦 中秋节变不变盘不重要 月饼不要吃太多 吃太多你的肚子会变盘 我想这才是关键啦 其实费半指数创新高 它代表的含义有几个 第一个 它说明了半导体这个产业 又重新成为市场的一个 脉动的主轴 那半导体我们都知道 它是所有科技产业里面的龙头 或这么说 它是它的上游 所以如果费半指数创新高 其实它说明的含义就是 科技产业的一个景气循环 要重新开始做启动 那台股的部分能不能去掌握这个多头姿态 我不一定要靠你半导体 但是半导体占指数 比如说大家耳熟能详的半导体龙头是谁 那就是2330的台积电 所以台积电这两天的股价 像上个礼拜六表现就不错了 然后到今天的表现也不错 所以我想台积电的走高 其实在说明一件事情 它在说明反映半导体这个产业 开始做了一个回问一个动作 可是呢 为什么说可是呢 因为基本上半导体这个产业 在台湾的上市贵公司当中 其实并不是很多 大家耳熟能详叫什么 晶圆代工 总对晶圆代工的台积电跟联电 那我相信没有人会去考虑联电吧 所以台积电的一个走高 相对来讲 我们做的是代工晶圆的代工 所以台湾的部分 其实我们最强的一个项目并不是制造 我们是代工跟所谓的零组件的一个部分 所以如果是这样一个结构来看的话 其实如果严格说起来要受贿 那半导体这个产业的后段封测 咱们就是老大了 除了晶圆代工的龙头 台积电是全世界第一名的 我们还包括了我们有日月光 封测的部分 包括有细品等等 那这一部分 但封测的股票它很难动 这是最大的关键点 封测的股票大部分都是掌握在法人手里 一般市场派是不碰的 所以相对而言你要注意的关键 来我帮各位去把它分享清楚 叫做什么 叫做半导体设备 除了半导体设备之外 还有所谓的自动化 自动化之外 还有人工智慧 包括了细制裁 这样讲好像很笼统 那我今天告诉你细制裁的创意 就是台积电的细制裁的一个厂商 创意在今天大涨 那么基本上准备要创新高了 然后包括了设备厂里面 如果大家耳熟能详的 像是三四一三的金顶 在最近的股价走势里面 哇哦一口气供到了260块以上 这就是整个盘面结构当中值得关注的 也就是说如果与其说是半导体族群 我倒应该这么认为 盘面的结构里面 多头掌握方向的部分 已经在于什么 在于它的扩散效益已经出来 所以我想这一部分半导体 能不能成为主轴 不重要 能不能这个中秋节月比少时一点 这个会比较重要 那这一部分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好我们谢谢杨天迪分析师哦 那除了锁定理财 财经急诊室之外呢 想要了解更多理财资讯 欢迎大家订阅理财周刊的YouTube频道 我们下次见 拜拜